我们现在在大雅清泉岗这边月祥路 这里有一间边间的 而且是全新整理的偷天要卖 1150万 那因为他是边间 所以他旁边他都有开窗 很明亮 而且他有做一个车库 他有做这个车库 那我们进来看一下 就是传统传统式的这种车库 里面进来就是客厅 然后楼梯底下就是卫浴 他全新整理看到的几乎都新的 然后后面这个厨房 这边有个后阳台 这边就可以洗衣服塞衣服 然后他应该是边间 他有一个侧院 这边也如果怕下雨 这边也可以洗衣服塞衣服 可以塞在旁边 那这间地瓶有20瓶 那他有一个很大的抗性 就是这里前面 我们先过来 好 你要转过 这样看 这边就是 对面会有一个臂道 架架架的臂道 好 就看 看有没有人可以接受这个臂道的问题 然后这楼上二楼 我们二楼从前面开始介绍 我们二楼从前面开始介绍 前面的房间很大 其实不用开灯也很亮 上面这个是套房 还有剪卫浴 这边还有套卫浴 给后面的房间用的 就这里 房间也蛮大的 虽然地瓶20瓶 但是都是八楼 所以使用空间还蛮充裕的 三楼 三楼格局基本上跟二楼一样 只是说他前面这一间 他因为是做十平坪使用 他就没有另外做卫浴 这个卫浴 这边可以做神明坪 他中间这个卫浴 后面一个房间 所以 他其实二三楼的阳台 他都是外推的 所以他的阳台只有在一楼 一楼的后院跟旁边的侧院 那这样子其实有一个优点 阳台真的不好清理 然后常会有水跑进来 那我们这样子就很 室内就比较好打扫 这是一个优势 旁边有一条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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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边因为清泉岗旁边有人会不太喜欢清泉岗 哈哈 离市区就比较远一点点 但是还好 你看这个是低总价的 1180万人 等于花下价买透天 而且又全新整理 门窗都换新的 虽然他的地板是 是用那个塑胶地砖 但是以这个价格还算有竞争力 所以当然这种投资客物件就是整理好 那他这个投资客至少他还有换门窗 很多投资客是连门窗都不会换 很多是粉刷一下 厕所管线的就是磁砖贴一下 甚至没有贴的也有 那至少这间他是全部都有做 做的还蛮彻底的 那当然三楼他是屋顶的是铁皮 所以会有点闷热一点 所以你还是需要 如果你前面是做 做神明厅是没有差 那如果做这个是房间要住人 就需要弄个冷气 那二楼就不用了 好,大概是这样 1150万 如果你有兴趣 你有决定要买房子了 欢迎来找我 谢谢 呼唤 联系